上次跟大家看過在全安西和啟德這兩區的新館風水之後 今集來到又是有很多新館推出的馬鞍山 在另一個新樓盤就是星連海 星連海在烏溪沙的彩沙街一號 它和旁邊的螢海、銀湖天鋒這兩個屋苑 都是屬於馬鞍山的樂物地段 很多研究香港風水的人都會知道 馬鞍山的龍蜜是由大帽山這個太祖山出脈 經過了北架山和大老山再到馬鞍山 整個山脈的走勢都比較強 所以這一帶的人丁運勢也相對比較強 另外在地運上來說 由2004年至2024年期間是屬於下源白運 在這個地運中以逆經的公位來計 東北位也就是近公 是屬於正臣位的位置 所以也是剛巧的 隨著2004年12月馬鐵通車之後 馬鞍山區這一帶也多了很多人 新樓盤也好像雨後春筍一樣 人丁運勢如何強化 其實在這一點都比較明顯看到 至於星連海它總共有三座 最高的座就是中間的第二座 但是只有22層樓高 跟它旁邊的兩座拼在一起 就會出現了中高兩頭低的設計 在它的東北至正東一邊 就有海星灣的凹入窩位 至於正南至正西一帶 就有另一個已經入伙的屋圈 就是迎海 最後正北那邊還有幾個地盤凍土 我們先說一下正東那邊 我站在海星灣看過去 可以看到星連海這三座 跟它旁邊的螢海排列的方法 很明顯有些不同 星連海就刻意把這幾座樓的角度 調校到正向立著海星灣這邊 我用羅間向海星灣這邊定向 算是坐西向東的線道 屬於旺財的線道 加上了海星灣這個窩位 左和右邊分別有沙手 包覽著流入這個窩位的海水 變相做到一個聚水在明堂的功效 所以對這三座向這邊的單位來說 都算是有些得著 但有一點略嫌它不夠好 就是在這個窩位的對出沒有一個外賭 做不到一個琴星塞水口的作用 而所謂的琴星塞水口 其實是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可以間接左隔海水 在這個窩位流走的時候流得急 第二就是同樣地 就是避免海水有一個直接沖射到明堂的作用 所以可以理解 現在這個窩位是有一個吸納水的功效 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賺錢 但也容易出現流走 也就是流財的情況 所以將來入貨的時候 在單位佈局上 建議都是做一些針對性 左隔流財的布局 另外還有一點不夠好的 就是向東北至正東這邊 人煙比較少 而且偏向靜 加上了有一堆樹林 在它和海星灣之間 間接做了一個屏障 令到陽氣不夠 以風水學的陰陽角度來看 也就是陰陽不算平衡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會出現男性沒有女性那麼強勢 好了 我們在下一集再講 這三座相反的方向 看著吐露港和科學員帶的單位 在風水上的優點和缺點 來看